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全带站台 欢迎我们的海龙 运动着我们 旅舟女神 吴兴船 最终的四季的旅舟 请要开启来 战友们唱歌 先要开启 旅舟女神 今天很开心 欢迎到我们的举咒女神 郭幸词 超开心的 还要自己打那个 对 不免说我们这个频道 就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 幸存本身喜欢看电视吗 回家的时候会看 但是因为宿舍没有 房间没有电视 所以就会很少看 就比较少看 那以前呢 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我超爱看电视 你看折筒 对 反正那个时候 6点时候要播什么 然后从学校要马上回家 那种 是 现在你就看什么 6点是Doraemon 还是卡通 所以我们的女神 竟然爱看卡通 她要补小的手法 就还蛮爱看卡通类的 OK 那既然在宿舍 网路那么发达 会不会想看一些YouTuber 因为现在YouTuber很 对 其实现在手机 还蛮方便的啦 所以只要滑一下 就会看到 请问你本身会有想说 要网制媒体这一块发展吗 你说当YouTuber 对啊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 真的假的 哪一类型的 就是有点像拍自己生活 因为其实我很多训练的影片 都很好笑 有时候我会剪片段 然后放到我的粉串上面 然后大家就会一直笑啊 然后就有人就会建议说 你要不要自己开频道之类的 对啊 因为可以就是Vlog那种 对 但是我 就是本来一开始 就是那种有那种热情 对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就拍第一天说 我不行 不行耶 有点累耶 先先先先讲 然后加上你还要后置 什么那些的 都其实很不容易啦 对 其实比想象中的还难 对 其实我们这个频道有一部分 也是想告诉民众说 其实影像这东西 很渲染力 但是其实做起来 其实经营很累 非常累 非常辛苦 然后非常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你还要想 我可以提债啊 对 哏 还有哏 哏很重要 对 真的会需要哏 因为民众就吃这些梗 但其实你 如果一些运动健身的一些 其实会不会想 透过影片教民众 除了在家 疫情在家就可以做什么 我之前有拍过啊 就是 但是是那个啦 常常的 对 所以有拍过 对 有拍过类似的 可是就会一直笑 就是编路会一直笑 就很干这样 还抓不到一些镜头 自己 因为我觉得给人家拍 跟自己拍 这是两件事情 对 你自己拍的话 因为没有人就是 都可以 但是有人帮你拍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超尴尬的 因为你刚刚有说到 你会放一些影片 在你的自媒体上面 对 那现在都自己在自己经营吗 对 我有小编 然后偶尔也会 自己放东西 自己放东西 有时候会丢给小编 然后跟他说 我要怎样 你说你会去回粉丝的话 粉丝的互动 我会回 然后像有时候 我回人家 还不会相信是本人 无限局 我还不相信是本人 这样 因为我知道信存的本师 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小溪 小溪 耶 好可爱 对 因为我觉得经营频道 还有一件更累的事情 就是要跟粉丝互动 对 就是你要让他们觉得 很火星 觉得有在被照顾 有被关注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 因为毕竟他们很愿意支持你 这样子 对 对 那接下来你有对一些 未来之后有些规划吗 你说 你说YouTuber吗 或者是运中生涯之类的 目前还是会以奥运为主 对 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很不确定 所以还是会以奥运为主 对 然后奥运结束之后 再来就是看看 是要继续拼下去呢 还是要开发其他的 对 开发 不是说YouTuber吗 对 这样是YouTuber的这一块 这样我要找团队 对 但是你有很多的渲染力 就是你有一些号召力 其实我以前 以前我拍东西不敢放 是因为我觉得 给大家的印象是 我是一个训练运动员 然后我很 专业形象 很乖 然后很冷静什么的 其实我私底下不是讲人 现在网络媒体就想看这种 对 但是就是还是多多少少 还要难捏一下 还要难捏一下 自尊 对 会被谁管吗 说你这样子拍不行 不会 其实我们教练有时候 也是很搞笑的 所以教练也可以拍一段 我其实很多他的影片 有机会我们给观众 可以期待一下 说不定之后 幸存的频道就开启了 可以 有可能 最后今天很开心 交到幸存这个朋友 可以帮我们 赞个心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频道 然后对 我们叫做未来 就叫未来 未来 我们有一个YouTube跟FB 然后希望可以号召你的小幸运们 也一起为我们按赞 加追踪 好 我们可以真的不要脸吗 各位朋友 还有以及广大的小幸运们 大家一起来追踪未来 然后影片要开启小铃铛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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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窮花 一 二 三 大家一起来追踪未来 开启小铃铛